比賽呢吸引了場內場外超過兩萬名的觀眾 而胡金龍跟郭洪志的家人 也都把握這個機會 從台南趕到高雄來看兒子 美國職棒鬥騎隊訪台來去匆匆 周日最後一場比賽來到南部高雄舉行 胡金龍家住台南的親朋好友 由胡媽媽領軍特地來場邊 探望胡金龍 這樣他就憑自己的實力加油加油這樣子 他有去回台南看你嗎 他跟著球團怎麼回台南呢 所以就到場邊來看看 對對對 好 這場比賽胡金龍打擊表現出色 展現大聯盟實力 不過同樣出身台灣的郭洪志就很不準 我寫了 因為都沒上場 不惜了 因為手不舒服 郭洪志因為手背酸痛 教練為了保護他 只好忍痛請他坐在場邊休息 這場比賽到其以11比1大勝中職明星隊 一掃首戰落敗的陰霾 也讓中職的球員 見識到大聯盟選手的爆發力 這種力量在台灣是很少的機會可以看到的 他們可以把球拉得很進來 即便面對地步的訴求一樣 可以把球拉進來 然後做確實的擊球 然後把球打到反彈箱去 到其與中職明星隊的第三場比賽 場內做無虛席 有球迷買不到票 所幸就在球場門口的直播大螢幕前 洗地而坐 看完整場比賽 不少球迷都期盼未來能有多一點國際職業比賽在高雄舉行 讓南部運動迷有更多機會 一保眼福 記者中方孟招全SNG小組高雄報導 為了ECFA兩岸經濟合作協議 朝野攻防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總統馬英九今天首度前往 反彈聲浪最大的南部地區 跟台南鄉親面對面的座談說明 不過呢在同一時間 台聯跟民進黨則是召開了記者會 要號召民眾連數公投 阻止政府簽ECFA ECFA兩岸經濟協議已經進入實質協商 府院團隊繽紛兩路 陸委會主委賴信元上午留在台北座談 為ECFA消毒 總統馬英九則釋率其他相關部會 前往台南與民眾面對面 民眾還沒提問馬總統一口氣 就先為大家解答了六項早有耳聞的疑慮 連南部民眾最擔心ECFA衝擊農業 農委會主委也保證 民眾絕不受影響 否則下台負責 我那個高雄 要有法公的簽會 這個六項我們的四項的 二十八萬人 你的解釋是什麼 解釋的是說 簽到的是八百三十萬都開放 我說如果喝來開放一項 担無用 不過座談會中農工商各界代表都有 大家的疑慮不一 開放發言時間又少 究竟能夠消除民眾多少疑慮 有企業認為效果有限 也擔心政府現在說一套 但兩岸協議時又會出狀況 去談判的這個角色是否了解台灣真正的產業 和台灣真正的相關民生架構的存在形形 不要一下子把他全部都進來 儘管如此中央權力為ECFA護航的說辭 還是時常博得滿堂彩 反對ECFA的台聯和民進黨 同一時間則是召開記者會 要用公投聯署來制衡政府 在野兩黨聯手要在一個月內完成公投聯署 就近六月的第五次江神會 ECFA能否搬上談判桌 朝野上演最激烈的攻防戰 要各自尋求民意支持 記者綜合報導